北京冬奥二月蓝战火 中华健儿一月二十五号起陆续出发 教育部次长兼代理体育署署长林滕娇 本月十九号为代表团进行授旗仪式 把会期交给中华奥会主席兼代表团团长林洪道 以及代表教练 还有加菜金五万元 期待中华健能儿全力以赴创造夹击 已经目前是有四位 那么取得到这个三赛的一个旗式 他可能会再到一月二十二号 最终的这个决定的这个名单 确定之后 两位的男选手目前是属于这个备选 要到一月二十二才确定 到底有没有这样子进入到 这个三赛的一个名次 滑雪的部分 那我们这次有男选手 女选手都取得了参赛资格 这个在过去的历史上 也是今天也是第一次 我们同时有男女的选手都获得参赛资格 我国目前四席名次 包含连两届参加竞速滑冰的黄玉婷 首次出征雪橇的林新荣 以及三十年后再度拿到滑雪资格的林文怡和秉锐 女子部分达到参赛最多的一届 而且到了一月二十二号为止 雪橇的泰雅飞银连德安 还有禁述滑冰的戴伟林都有望取得资格 当然疫情之下为国争光 与属除了基本的后勤补给 各式服装通通没有少 防疫是同作战 跟政府防护衣等抗疫力气更加没有少 要代表团放心争取夹击 同时在北京跟国内也特别来设立 这个防疫的专责的一个团队 那么来协助相关防疫的相关的这个事项 北京冬奥2月4号举行开幕式 预计其他运动共15个项目 将在爱尔达体育公六频道播出 邀请民众欣赏中华健儿英姿 还有许多冬至运动之美 为中华健儿加油打气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